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针对孙杨近赛8年的裁决 目前的这一决定已经得到了孙杨律师团队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确认 今年凌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声明指出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的主审法官提出质疑 但是没有对本案的实质内容发表任何评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当此案发回国际仲裁法庭 更换主审法官进行重审时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会再次进行陈述 今年2月28号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 孙杨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 决定对孙杨禁赛8年 孙杨随后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